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混动的镜头是增程 那么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记得两三年前 增程技术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技术 相比较一些单档的DHT或者多档DHT的插混技术来说 增程技术当时的形象并不是太好 但是这两年呢 我发现市场对增程技术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甚至有了混动的镜头是增程这样的说法 而且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做 所谓的超级增程啊等等这些概念 那么先来以我身边的这台齐骏一part 我来讲一下它的这套增程技术 其实它的这套增程呢很简单 就是一台发电机加两台电机 一台发电机一台动力电机是一个串联的形式 同时呢它的电机呢是有前后两台动力电机 所以这台车严格来说是一个三电机的配置 但是呢它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它只有一块不到两度的闪中闪放电池 高达30C的放电倍率来支持前后两个电机 高达340匹525牛米的输出 靠这块小电池它可以做到070秒的加速 那么它这种增程呢主打一个卖点 就是全程的电驱动可以做到非常的平顺 同时呢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动力输出 这种增程严格来说 其实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增程 那我身边的这台深蓝S7 大家都很熟悉了 深蓝呢就是主打超级增程概念的 它们为什么叫超级增程呢 首先是因为它们的纯电续航做到非常大 超过31度的电池 可以做到CRTC200公里的纯电续航 当然了实际可能是跑到200的 但是跑个156是没问题的 包括我们这台车实际的哈 它的百公里的电耗差不多在16度的样子 你算一下31度电池跑个156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个的这套系统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超过了97%98%这样一个水平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整个增程器启动是非常的无感 在一些强输出的功光下 你也几乎听不到增程器 也就是发动机启动时带来的噪音和震动 这一点呢相比那台奇军E-PARO 它的这个优势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为什么说混动的镜头是增程呢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你不管是用油驱动还是用电驱动 其实最理想的状况还是用电来驱动 因为用电驱动它会带来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带来精密性 因为大家知道电机转动时的噪音要远远的小于发动机的噪音 第二个就是带来平顺感 因为发动机要直驱的话 它就必须有相应的档位设置 那像比如说长城啊 吉利啊这些品牌呢 他们做出了二档或者三档的DHT 也是为了让发动机能够在更大的工况内参与直驱 同时呢合理调整发动机的转速 但是如果是增程的话 其实它可以想办法让电机覆盖尽可能广的工况 比如说如果所有的工况可以用100%来定义的话 那么我如果我的电机可以覆盖99%的工况 那么其实我就不需要发动机来参与直驱了 因为我发动机参与直驱的话 发动机一定是不舒服的 一定是它需要相应的档位来配合的 如果你要有档位的话 那就必然会带来顿错款 虽然工程师我可能花费很大的力气 把它的顿错消除到非常之低 但是你不能够做到100%的消除顿错 而你全程轮端用电驱动 就像这台圣篮S7和那台齐军E-PARO一样 它的轮端全时电驱 它就可以做到100%的平顺 因为电机它是无级的调节转速 以及调节相应的扭矩 有人开玩笑的说电机它有一万个档 你有一万个档 你相比较发动机 不管你三个档五个档 还是八个档十个档 它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就是随着目前的能量管理策略的提高 可以让发动机只隐藏在幕后 但是它也能够在所有的观望下 保持在它非常高效的 最优的能量曲线上进行工作 那么相应的这种能量管理策略 叫功率跟随式的策略 什么是功率跟随式呢 就是它的发动机控制模块 是紧盯着整车的功率需求 和电机的功率输出这两个参数 来进行发动机的控制 当你电机能够覆盖绝大部分 整车功率需求的时候 你的发动机就不需要参与驱动 同时呢 如果你的整车功率需求不够了 那么电池再加入一部分电力 补充一部分功率输出 让整个车辆呢全程呢都用电来驱动 而发动机只隐藏在幕后 相比较那种单档或者多档的DHT车型 相比较他们的发动机 偶尔还要参与直驱 它的平时性精密感会更加的有保证 随着能量管理策略的提升 发动机能够尽可能的工作在高效区间 所以这就是增程混动 相比较插电混动更有优势的地方 最后呢还有一个观点 也是我跟一些车厂的工程师交流后 得出的结论 就是大家买增程混动车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增程混动 如果不带大电池 它就是伪增程 它就不算真正的增程混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电池小 比如说只能支持50公里 或者七八十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么你的发动机就要经常的启动 来参与发电 给电池送电 给电机补电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发动机启动 转化能量的过程中会带来能量的损失 那么你这个整个系统集成 带来的效率优势就相应会被抵消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像一些入门级的插电混动车型 往往是用的是P13的插电混动结构 而很少用增程 而像一些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型 反而更多的采用一些增程式的动力模式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增程混动车型一定要匹配一块大电池 而大电池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所以需要更高端的产品和更高的价位 才能够消化这个成本 所以在我看来 增程不但不是低端的动力模式 而且它在整个混动阵营里 随着能量管理策略的不断进化和成熟 随着我们整个系统效率的提升 随着车上的电池越做越大 那么它一定会是未来混动技术的一个 更高的发展形式 也就是说插混的尽头是增程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 您的设计划